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这么忙还兼顾爱好 真让人羡慕 娱乐圈中的体育生 说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王一博 他的爱好真的挺小众 又做得很极致 王一博把热爱做到了自己的极致 我们看到了他钟爱的街舞 摩托车 滑板 他都不遗余力的做到了热爱 更不遗余力的跟大众分享 让我们也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 因为王一博足够红 他的一举一动才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呢 我们才通过他了解了不少小众的运动爱好 带出圈的街舞 又燃又炸 激情澎湃的摩托车 还有活力四射的滑板 都让我们看到了的爱运动的王一博 钟爱的小众运动 都很有积极向上的力量 一个年轻人 活力无限的年纪 能够有好奇心 还能专注于热爱 这种的男生自然招人喜欢 这也难怪王一博的粉丝群会这么广 得益于他的全能 这次王一博NCE上线 就关注了一系列的高尔夫的博主 很多人说 之前看王一博打高尔夫以为是因为拍戏的原因 没想到 这次人家是专门关注 原来是又喜欢上一项专业运动了 凡是让王一博喜欢的东西 他都会很专注 从关注到实际行动 他会做到极致的热爱 都会研究很深入 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的人 而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之前就有不少王一博忙里偷闲 就去打高尔夫的路透 毕竟去年在节目上 自己还说不会打 随后在街舞舞台上 自己还设计 跳了一套打高尔夫的动作 本来以为这就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 人家现在已经这么快就深入了解了这项运动 真的有种人比人 气死人的感觉 不得不说 王一博活成了大部分羡慕的样子 也是无法匹敌的存在 羡慕他在自己的青春年华里 没有浪费时光 把爱好当成了事业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太在乎外界对他的评价 专注于自身的提升 好多人都说这一批年轻人 有种躺平的思维 其实不然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态度 他们C世代更在乎自我认知的提升 把专注力放在了自己身上 而不是外球 很多人在嘲讽王一博学历的时 无限放大别人缺憾的时候 却一目障眼看不到人家为何这般优秀 那么多人追捧的本质 虽然没有高学历 但是人家从来没有走弯路 而是专注于自我优势的开发 做到了极致 让人看到了他的亮点 把自身价值放大 这才是真厉害 只能说 王一博代表了C世代年轻人的态度 做事的风格 是需要大部分学习的 不要总在鸡蛋里挑骨头 而忽视了人家的优点 精力充沛 还有活力 积极向上的人 别说人家粉丝多 这就是人格魅力 最后呢 想说一句 喜欢就去做 没必要过多解释 一切交给时间 专注于自我 你的价值才会成为最大的资本跟底气 王一博的新剧《长空之王》定档4月28日 记得关注 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